第一个信自己 慈敌人要信自己 众生跟福是一不是二 要相信这个 相信自己本来是福 是心是福 是心做福 你怎么成不了福呢 成不了福 是我们自己业障太重 业障里头最重的 最难突破的 贪嗔痴慢疑 我们得认真去反省 自己有没有啊 如果这五个字统统都有 八万四千发门肯定没分 静宗发门也不能抹扇 为什么呢 有这五种烦恼 你的幸运行不坚实 遇到佛法了 最大的一个愿望 这一生去做佛 你才真正解决问题 佛是什么呢 佛是个明白人 你把宇宙人生真相 全都搞清楚 搞明白了 一丝毫的差物都没有 这个人就叫佛 佛是个通大明白人 这是值得的啊 真的是达到究竟圆满了 所以幸运行 是修学 净土发门 三个 决定性的条件 反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居足 这三个条件呢 那都是 是金中学人 取得这个金中学人 下面 念老给我们解释 信 为信 生佛不二 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众生念佛 定得往生 究竟成佛 这叫信啊 偶叶大师在要节里面 他讲六个信 第一个 信自己 慈敌人 信自己 众生跟佛是一不是二啊 也相信这个 相信自己本来是佛 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你怎么成不了佛呢 成不了佛 是我们自己业障太重 业障里头最重的 最难突破的 他成痴漫 疑 我们得认真去反省 自己有没有啊 如果这五个字 统统都有 八万四千发门 肯定没分 尽宗发门 也不能陌生 为什么呢 有这五种烦恼 你的幸运行不坚实 有没有 好像有 若有若无 你敌不过烦恼吸气 从什么地方去观察呢 从生活当中 从工作 待人 借物 你细心就观察 他没放下了 我们用经典的标准 三界八十八瓶 借货 这是首先要断 断掉 整须脱缓骨 在华严经上的借位 是粗性位的菩萨 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有没有严重的神见 职责这个神是自己 不是自他不二啊 自他决定是二 哪有不二的 这一关 破不了 后面全都破不了 这是第一个关口 第二个关口 第三个关口 成见 职责自己的见解是对的 自己一定比别人高明 一点情绪恭敬的意思都没有 这怎么办 应光大肆告诉我们 你要学佛 佛用什么 什么东西去学习呢 用弓箭 一分沉静 得一分力 二分沉静 得二分力 十分沉静 得十分力 什么叫沉 沉是清净心 一念不深 那叫沉 那个念是邪念 一念不深 这是沉 沉是真沉心的 真沉心流露出来的自然就是近 静人 静四 静无 这个静一般讲 认真负责 对人 首先晓得人跟人的关系 为什么 知道关系 晓得这个臣怎么做法 父子的关系要尽孝 君臣的关系要尽忠 朋友的关系要尽信 总而言之 就是一个孝 孝用在父子关系 父慈自孝 用在君臣关系 君人臣中 你就懂得怎样去做了 关系是道 谁顺道的行物 那就是得了 叫道得了 你不了解关系 现在人真不了解 这不是假的 你不能怪他了 从小没人教 长大 已经养成习惯了 不容易改 古人所谓江山一改 本性难以 那个是习惯了 他不是本性 习惯难以 不能怪他 世尊在这个经上 非常慈悲地教诫我们 所有做错事情都不可以责怪 一定要知道 他的心人无知 不识道德 无有余的 没教他 他父母没教他 祖父母没教他 真祖父母也没教他 我们望上述至少四代 我们疏忽 丢掉中国传统的 这个道德的教学 四代了 你怎么可以怪他 所以只有用怜悯心 同情心 去帮助他 帮助他 他不会感激你 甚至于还运恨你 你找他麻烦 明白人要忍耐 你不忍 他没有机会回头 等他回头之后 他会非常感激你 知道过去那些行为 是对不起你的 你真的是爱护他 真的是帮助他 肯定人心本身 肯定人会回头 回头又难以 有人这一生回不了头 来世 佛陀教化众生 生生世世 不学一人 这慈悲道的基础 不在一世 不在一世 这非常了不起 只要跟佛 都种了佛的种子 这肯定的 一粒二根 永违到种 你听到一句佛号 听到一句经文 不管懂不懂 这个根种子 种下去了 看见佛像 看见佛经 看见出家人 佛的种子 也种下去了 但是还没有形成气 那气是真能接受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